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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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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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戏我看过 下一集这男的就出轨了 渣男 许姐你不去偷能死啊 老汪汪带来了 放心吧 门早锁了 张立心你想卖立心大家的地皮我没问题 我地我也可以不管 你把卖地的钱分我一半 我没二话 你有脑子没脑子 我这不是为了公司好吗 救活了公司 你不是也有份吗 是你 简明明 我告诉你 简明明 每年你什么都不干 你就能拿着红利知道吗 红利是什么项目呀 你分给我红利吗 对了 给给我几块钱 那还是那年税务机关 查你账的时候 你才给了我几块钱 你说那么难听干什么 我不是为了公司好啊 你可别忘了 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公司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公司啊 明儿你别去上班呀 让我去坐在董事长的位置 你干吗 行啊 把公司给你 我拿走我该拿的 我反正岁数也到了 该退休了 何家你最聪明啊 赚钱的时候把我往外挤 现在赔钱了 欠了一屁股债了 你想起 这是我们简家的场子了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我告诉你 咱俩可是利益共同体 你跟公司要是没了我 准得赔得屁股尿流的 你现在变成利益共同体了 扯吧你 我告诉你张立新 这可是我们家老厂的地皮 你要是敢背着我卖 你摸摸你脖子上 长了几个脑袋 卖地皮 姐 红杜 出来 回这身子干吗呢 红杜 你来得正好 我正找你呢 姐 姐夫 我刚刚无意中听说 你们要卖地 现在不是不让卖了吗 红杜 这卖地啊 就是卖土地使用权 公司啊出了点麻烦 资金链锻炼了 我呢 是想把咱立新大厦那块地皮啊 卖了 旧公司 你来正好啊 咱仨正好开个股东大会 我呢是占股百分之四十五 你姐是百分之四十 你是百分之十五 咱仨人只要有俩人投票同意 这就算过半数了 就可以通过执行了 你那票现在很关键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姐夫你先让我捋一捋啊 你俩一会儿呢 何其回来给我下套呢 我冤枉姐 我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 那请我告诉你 这是咱们捡家的地皮 你要是捡家的爷们 别答应他卖地 你现在想起团结红图来了 刚才你跟我要钱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 你说我地我可以不管 对不对 红图 甭信你姐的 她根本不是为了你们家 她就是想跟我这儿 多要点钱想 你跟我过去 你在这瞧瞧你干什么啊 别打东西 让开 别别别别 别打东西 你个骗子土匪 把我们家这么好的产业 给抢走糟蹋 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现在又打我们家地皮的主意 你是不是疯了你 陈明明 你别忘了要没我 你们家早败 我养了你们家三十多年了 我现在得了什么了 我连个孩子我都没有 你少说脸 你说你这种人少说脸 不要脸不要脸 你跟我亲孩子 你我把犯了 你给我毁了 快快快走姐夫 快加油快走 你不要煩我 你 你現在跟我回来 你说什么 你要回灵水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升职 姐不用这么生气吧 我怎么可能不生气呢 我为了你能在上海发展 做了多少努力 你不是不知道 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回岭水 对得起我吗 姐 这只是暂时的 我还会回来的 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有想过 留在上海 你房子都退了 都没有提前跟我说一声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我是想好了 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说老实话 你是不是想回岭水 去找姐家的人 姐 这哪儿跟哪儿啊 这 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姐家人长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 我去找谁呀 您说 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不要再惹事了 姐 现在是法治社会 会不会做傻事 那以前是过过嘴瘾 说说复仇复仇什么的 但你不能当真啊 妈妈怎么教咱们的 对付那些欺负咱们的人 就只能好好学习 做出成绩 现在咱们都这么成功了 谁还叫那个呀 反正你回岭水 我就是不放心 姐 你真的不用不放心 我回事 还有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不放心妈妈 你以为你回岭水 妈就会放心你吗 姐 这个事我想了很久了 妈年纪也大了 她一个人 她需要人陪 你看啊 每次我们从岭水回上海 妈总说 你们照好自己就行了 不用担心我 但其实我们回去的时候 她多开心呢 年轻的时候 落下不小病根 让她去医院 她也不愿意去 是吧 报喜不报忧的 我想明白了 人不能老为了自己 也是时候回去陪陪她了 那还是把妈 接到上海来住吧 你又不是没试过 妈不愿意过来 打搅咱们的生活呀 你看啊 好 就把妈接过来 住哪儿 住我这儿 我 我地方不够啊 那住你那儿 那你跟姐夫怎么住啊 再 再说了 你现在跟姐夫这关系 她知道了该怎么想 总之呢 你放心 我回去呢 会照顾好妈妈的 别担心了 姐夫 葵葵 舅舅 妈 又长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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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长 姐姐 快点菜吧 大家都饿了 对 点菜吧 没点啊 服务员 走 你别给我倒 我开车 营树生植 咱们今天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到时候叫个代价吧 我晚上回去还要看材料呢 没有你们那么闲 营树 今天姐夫陪你好好喝 咱们一醉放休 好 来 灰灰 你这 热烈庆祝 舅舅升职 来 事好事坏还不知道 别高兴太监 好 我觉得 宁树到了林水 那就是一方诸侯了 肯定不是坏事情 一个月的交易量 还不如上海一天的多 妈 我们还是祝贺舅舅吧 我提议 我们一块儿喝一个 喝一个吧 来 这次是正式庆祝了 来 来 我去接个电话啊 你们先吃 等着我啊 马上回来 你放心吧 我给你保证 我回林水一定好好工作 照顾好妈妈 你就别跟我支起来 行不行 行 我盯不了你了是吧 我让妈监督你 来 妈 我去上个卫生间 帮我留个虾啊 行 没人跟你瞧 来 我还没跟妈说呢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惊喜 惊喜 给你嫁个雨娃姐 自己吃吧 好 这的烤鸭也不错 爸 你今天一直给谁发消息呢 怎么这么忙 没有谁 好像今天确实有什么心事啊 你最爱吃的小龙虾 都没怎么吃 太太太过细致 不让人有压迫感的 我可不想压迫 你要有什么事情 可以说给我们听 我们愿意倾听 那个 小齐你还记得吧 记得 你原来那个同事 我也是刚听说 自从她立职以后呢 新工作就不太稳定 去年又做了一个 什么什么投资 弄得血本乌龟 还欠了五十多万的外债 最主要的是她太太 乳相挨住院了 急需要救治 你说这不是货不单行吗 小齐叔叔一家 好可怜啊 对啊 各位 所以说呀 像爸爸妈妈这个年纪 禁不起任何的折腾了 知道吗 我怎么坐这儿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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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了 宏盛 喂 哥 你 你说他们 做伤害家里的事 到底指什么呀 你是找过你姐了 她怎么说 他们两口在吵架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是为张立新要卖地的事吵吧 哥 你怎么知道她 那看来姐妹们也暂时还没答应 哥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虽然啊 我这么多年不在 之前呢 张立新她怎么折腾我不管 但是现在她闹得要卖地保工厂 这我就不能不管 爸呢 临走的时候你还小 很多事你不知道 爸 爸临了最后一句话 说的就是这块地 咱爸 怎么说的 这块地 是我们家的根 爸就是在这块地上 起的家建的厂子 爸临走的时候再三叮嘱我 说不论发生什么事 这块地不能动 而且妈在世的时候 想尽一切办法给你争取了 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份 也是想让你在关键的时刻 起到关键的作用 哥 他们说卖地的事啊 我可没掺和 那就好 我这么跟你说呢 是想让你心里有个舒服 你说你做生意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 地没了 你这公司也没了 你是老大不小的 将来怎么办 哥 我没你们聪明啊 我总是被骗 现在谁都让我跟着干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但 但是 我不是说我怀疑你啊 我就是还需要点时间想想 你不相信我也正常 毕竟十年没见了 但是啊 我用事实说话 你可以检验一下 我说的对不对 检验 怎么检验啊 这两口子呢 既然没谈拢 那接下来 他们俩肯定会 各自分头来找你 他俩 各有各的想法 你别管他俩怎么说 你就按我说的 教你的 你去试探试探他 哥 你等我一下 我找个本子 找个体系一下 去吧 去吧 好 着急 squishy 交了 帮我去吧 那我的一个 问我 是她ு translating 我们死到的 你死到吗 ��热 就是我 您总工作很认真呀 这个月资料挺多的 得抓紧看 有没有看到值得学习的东西啊 大部分都是垃圾 如果有什么有价值的 你发给我 我也可以看看 好 只要你能看 我看 我当然看呀 对了 我给你买的护肤品 我看你那个 一直用的那个 小银管 不是快用完了吗 我给你买了两颗 平时工作很重要 但是护肤 保养保养一样重要 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 不用这样无辜贤媚 怎么能叫无辜贤媚呢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谢了 那个 材料发到你的微信了 快去看吧 好 我想跟你聊聊 聊聊小琪的事情 小琪的事情 虽然不是我的事情 但是我 总有一种兔死胡悲的伤感 你看啊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单位 缩减人员 那小琪肯定不会出这种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呢 就想着 看能不能力所能及地帮忙他 但我现在又 这工资又不高 而且我也不可能杀你这个大户 不好办 想杀也杀不了 咱们的收入 交完房贷 也只剩虎口的了 我知道 但是你这个话只能在 自己家里说说啊 不要说出去 尤其不要让小琪听到 你不知道小琪现在 出了门 不干别的 只有借钱 所以她现在听不到这种话 小琪也是 挺可怜 你说她碰到这事 她从来没见你这么伤心过 为了给钱同事筹钱 只是无所不用其极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无所不用其极啊 我又不是非要找你借钱 对不对 你能不能交点事 你能不能别这么冷嘲热讽呢 你们怎么了 没事 我马上睡觉了 您赶紧睡吧 啊 过去睡吧 爸爸晚安 妈妈晚安 晚安 晚安 赶紧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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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关上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骗钱啊 你们有 我在你眼里到底什么样的人呀 你要温馨无愧你急什么 你这叫恶意揣测好吧 我是太了解你了 你了解我 你看啊 咱们俩分居 这 我承认 是因为当初我出轨 对吧 但是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分居到现在 为什么分居了两年半 就是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我为什么要看不起你 你看你 就这态度 你一直就是这样 表面上看上去 不置可否 其实就是肯定 你说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三年前 我工作调动 薪水大打折扣了 你不就开始看不起我了吗 你呢 开始飞黄腾达 突飞猛进了 而且你甚至不让 不让我这样的一个男人 进些养家的义务 我早就跟你解释过了 郝清明 我之所以不用让你上交工资 是因为你的那些老朋友 他们挣得都挺多的 你跟他们一起出去 花费难免大手大脚 你手里多留一点钱 能够不好啊 所以啊 这不是让你更自在吗 没错 你说得对了 就是因为你觉得 他们都比我强啊 他们跟你一样 都是社会精英 我是落后分子 你这明摆的就是施舍呀 我说的有错吗 大眼了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对吗 你觉得我处处在沾你的光 我不配这种品质的生活呀 在你眼里 我根本就配不上你 还有 你不是一直嫌弃我 从来不看你给我发的文章吗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 我就是一个对家庭毫无贡献 却又不求上进的男人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宁佑 我故意的 我故意不看的 我就是想看看你怎么说我 怎么批评我 结果呢 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宁佑 你的心机不要掩盖得太好啊 你这种借题发挥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好清明 你自己不学习不上进 你还怪我了是吗 好 你 你真的是 不会浪费任何一次贬低我的机会 我真的不知道是 咱们俩是谁在恶意揣测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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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好了 明天就回凌晨 可以开始下一步情 明天就回来 好的 那你一路平安 路上慢点开 妈 舅舅是不是今天又走了 爸爸 你上班前带我送红舅舅吧 你舅舅爬高速堵车已经出发了 请傅尚 武尚两位大人 遵守餐桌礼仪 不要吃饭看手机 你还得给我这个中学生做榜样呢 好好 你们干吗闷闷不乐的呀 醒过今天就是周末了 又不像我 还得上辅导班呢 我们带你出去玩 好啊 你想去哪儿 妈 你想去哪儿 你们去吧 我周末得在家加班呢 而且我明天中午要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 妈 那你的同学聚会 爸爸你不去吗 我就不去了吧 我跟你妈 他们那些同学也不熟 对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周末我也有事 我送你去完辅导班 我还得去你小齐叔叔那儿呢 去不了了 那等我下课以后 咱俩一块儿去小齐叔叔那儿吧 刚好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他给我送的那个模型我都拼好了 我想给他看看 好 去小齐叔叔那儿 是去看完病人的 病人需要安静 人不能太多了 让你爸自己去吧 对 别虚了 我今天有早会 我先走了 吃完你帮忙收拾一下 好 对了 我给你转了一万块钱 手机里注意查收啊 阿姨 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这都是景也在里边自己努力 争取的减刑 是 行行行 那那天我到时候派车去接景也 然后接上你跟叔叔 咱一起见面 好嘞 好 好好好 说定了 下个月三号上午九点 田径也要出狱 把这个时间段冲动的事 都推掉吧 好的 我会提前安排好车辆 并通知能力 嗯 车点几个文件要签一下 好 原流大美女 剪大班长 在上海不 我在啊 太好了 上次见你呢 太匆忙了 忘了把你给算进去了 明天啊 咱们金融一班同学聚会 之前你离得远 一直也没能来参加 明天你过来呗 明天同学聚会 我看看日程啊 好 明天不行 明天呢 我约了几个董事开会 公司要上市嘛 你知道的 大周末的 工作能推就推了呗 同学之间的感情 不也得定期联络一下嘛 对吧 都在上海 有机会啊 大家互帮互助嘛 是 你说得对 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 要不是你帮我物色这办公楼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判工呢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回头啊请我吃饭就行 但是你明天啊 尽量来好吧 大不了你忙完了过来 我们这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 那明天再看 咱们联系好吧 好 好嘞 钱总 周六公司可没会啊 要不我给你把股东都遇了 那 那叫那位大家吃个饭 同学聚会 这是心愿的 大家都掌握 struck 啊 发净啊 小小小儿 那么自己 republic上 比我 Godzilla 准备两Girls 鬆意诺 究竟融意诺 怎么四啊 刚才陈歇给我打电话 说现场那个林沈女神也来 要过来吃饭 她说她是个美女 美女啊 得了吧 陈欣然话你也信 在她眼里谁不是美女 别呀 她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呀 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如果要不是美女 这都办你请 我请就我请 不过说真的 万一真是个美女 要真是美女 你这个月饭钱我都不保啊 欣然 所以 这个月我养你了 这是咱老乡 女佣 你又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来 坐坐坐坐坐 我饿死了 坐 坐呀 对了 金融系这一届啊 就咱们四个零水人 现在都到齐了 从今以后啊 大家就是一家人 团结有爱 互相帮助 对吧 对 你说你俩至于吗 人家还不知道你俩是谁呢 我叫田景野 田野的景色 我知道你 你是这一届数学状元 单课而已 不止一提 我叫简红成 简单的简 红尾的红 成功的成 一字免 我们来找个房子 相信有点 另一句是 我们来找个房子 五三月 我来找个房子 用个房子 找个房子 有点 50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妈妈 你曾跟我说 吃饭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可你一直把手放在手机上呢 吃饭吃饭 谁啊 姐 就你一个人啊 对啊 简总跟我说 给小地瓜安排周末两天的春游 要不咱明天九点出发 我来跟您先打算招呼 您有什么大件行李提前交给我 我给您搬趟车上去 明天去春游 对啊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 简总说过了 小地瓜不是想去海边捡背壳吗 这个季节正好 就给安排上了 行 你先回去吧 别人再说吧 那明天见 行儿 行儿 我是袁柳 没有你的微信和电话 只能发邮件了 希望你能看得到 听说简红成回上海办公司了 邀请你和他一起来参加 这次的同学聚会 咱们寝室啊 几个人年年聚 可是年年三缺一就差你 希望你有时间一定要来哦 我就是明天嘛 你有这个狐狸情 难怪呢 昨天早上要赶回上海 明天让江时候带我和小地瓜去海边 安排得够好的呀 无知 无知 谁啊 妈 弟弟 是你啊 想我吗 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啊 是不是很想我 给你个惊喜啊 是的 我买了很多你喜欢吃的蝴蝶酥 我啊拍了很长的队呢 而且还买了很多很多 好吃的蔬菜啊什么 一回来就回来 还特意去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为了妈妈 这点事不值一提啊 老年 儿子回来了 对啊 好 这在大城市待久了啊 就是不一样 小伙子真精神 谢谢阿姨 走吧 同学 回见啊 回见 让我看看你 胖了一点点 最近喜欢吃猪肉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猪肉了 你最爱看那骨头上的肉 是 没有什么菜吃啊 就剩一顿青瓜小餐 怎么样 妈妈熬的红豆一米粥 好喝吧 最近湿气大 你们平时工作那么忙 肯定没时间做这些吃的 回家可真好啊 我平时一个人啊 吃得太清淡了 早知道你要回来 我今天应该多买点荤菜 妈 烤饭不怕晚 我回来以后 天天都会吃到你多的菜 我倒是想啊 可你们两个都那么忙 谁能经常回来啊 妈 我一说个好消息呗 啥 我回灵水工作了 什么 回灵水 你在上海工作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回灵水了 是不是你犯什么错了 什么呀 我这是升职了 升职 哪有这么升的 从总部往底下掉啊 妈 这你就不懂了 这是公司的发展的战略 我们公司啊 现在主攻二三线城市的发展 我一回灵水 就是灵水分公司的总经理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 是不是 公司调我回来 是想重用我 再说了 要你来上海 你又不来 我跟姐姐都特别担心你 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后来我们就商量了 我回来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可这儿毕竟是灵水 你到外头去泡头露面 要是碰上简佳的人 可怎么办呀 不知道他们怎么办 现在法治社会 违法必究 可他们家谁也不讲理 不讲理怎么了 我好歹也是 灵水分公司的总经理 手底下百十来号人呢 真要遇到这谁怕谁啊 你可不能给我去惹事啊 妈 我就这么一说 别担心了啊 可是 可是我还是觉得 别可视了 我回来你是不是特别开心呢 别装了 妈 来 你们拍个照片 跟姐姐放过去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刚刚师傅来信息说 出油的事情已经太好了 孩子很满意 你跟江师傅 多拍点照片 回头发给我 我看看 嗯 拍了之前给孩子做的出油准备 都是值得的 嗯 自己没时间陪孩子 就在其他方面多努力呗 现在孩子 明天一直想玩 今天说要玩水 明天说要登山 嗯 还好地瓜进化 要给我面子 您周末的计划 已经安排好了 加班两天 内容是警局零雪的一切动向 嗯 嗯 跟你的呗 回头给你了 好 谢谢教练 来 周末 来 前手走 前手直接走 齐列走 来 后直 帮力 后勾 帮力 后勾 后勾 对 直闪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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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前手 前手 对 前手 帮力 后勾 好 退退退 好 上 站起来一点 站起来一点 对 后勾 前手 前手 后勾 后勾 再来一个步行 走 站 走 那就好 走 你这两天可以带妈妈出去吃点好的 把她哄高兴以后 一定找机会带着她去医院体检一下 两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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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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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